你覺得從蔣經國和李登輝比起來是誰比較適合當台灣的民主先生? 我想講蔣經國 你可以解釋為什麼嗎? 為什麼因為蔣經國 我個人看著他自己個人的享受都不享受 他住在很簡單的房子 他一心就想到人民 他跟我講很多事情 甚至講到老父不在 老總統不在的話 他也會向我跑到美國養雞生回國 但是既然繼承他父親 他就一心要為民 第一個他想到是農民 農民就是跟他父親六十萬大金來了 這些年輕人就犧牲一生在住 最後還陪同他去堅守 十大堅守 爬上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生活非常簡單 他的公寓非常簡單 所以一個人自己生活這麼冷靜 這麼情正 他是確實為人民作響 我想很多人現在過去罵他的人 也覺得他做得對 他窮起一生都是在為人民服務 是爬山爬到高山上去 跟他一起 宋楚奕先生 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也跟他一起到200個鄉鎮 每個鄉鎮窮避野的去 我跟他走過 李登輝先生就沒有這個 他後來助理方子很大 宋喜山爬 他的power比較會先鎮 一個孫恩選演長 也是大家很成功的對象 他有一天就告訴我 他退休了 就告訴我 麻煩我去跟李登輝先生講 有一種制度叫做 我們又不是完全總統制 行政院院長有社群power 就總統可以任命華為部長 但是要這個行政院長同意 中國人叫聯署 他簽了Aponti 還要一個人生活前日 這個部長才有效 李登輝先生認為這個不必有 就總統直接證明就好 聖院長有告訴我說 你跟李登輝先生也是很好的朋友 就很尊敬他 你去告訴他 當年蔣經過也有這個人 很多人說麻煩 集中權力在一個人身上 可以做很多事情 麻煩有時候又要請事跟院長商量 所以很多人就會把我在一個身上 千萬要去告訴李登輝先生會要怎樣 就有行政院長跟你分擔工作 工作比較好 而且避免走向專制民主時代 所以我去跟李登輝先生講 李總統很不高興 他不在魔主 他認為這個不需要 總統決定就總統決定 所以他有一種 緩民主現象 把power集中在身上 這個有影響 他的顧問裡面 我不是政治顧問 但是我跟他也是 他有時候聽起我意見 大部分 跟他在一起 都希望他變成 belipower 他住在宏羲山中 很大的房子 大家都好過日子 我自己也是好過日子 我就希望台灣真正走向民主 所以他第二任的時代 他已經開始了 要再進行第二任 應該從這第三任 第一任是 祝蔣堅果沒有完成你 其間第二任是 王永青先生就告訴我說 這不對 王向我們的朋友 是他的好朋友 他們一個高醫師先做市長 然後李登輝先生是 他說這位我的後輩 一直想把我集中 所以我的判斷 我的猜想 他起車確實很想走向民主 我一歐鐵 適時做到 銀子先生 當初也無愧 因為他總統 主席 是他起車的 但是他 跟蔣堅果 如果比較 程度問題 我認為蔣堅果 是比較 為人民走向更多 李登輝先生 為他自己 對他的群走向更多 後來忘記名字 之後 國民黨也應該很多人知道 所以他脫離了國民黨 自己創辦 就是他在國民黨裡面 也不希望國民黨感受太多 他後來做這個政黨 就比國民黨更聽話 是完全上一所 這個不像這個名字 好像說你這個共和黨 不聽川普的話 或是什麼 他說川普再組一個政黨 在美國這樣不是一個名字 先生可以走的路線 我的感想是這樣 不一定是正確 但是我的想法 他是一直想說 第一個 他就希望大陸方面 中共也要為人民走向 大家往這個方向 就會同歸一個條路 為人民走向 所以他對中共方面 有很大期望 當時他是反對他父親 他是共產黨的 所以我們中國 兩個是共產黨 李登月先生也參加共產黨 蔣監國也參加共產黨 當時他們是認為 這個政黨 共產黨可以讓窮 貧窮 變成不是欣賦 就是至少有換出 這個方向出 這個方向出 但是金國先生認為 當這田民都有換出了 時候就要給人民 更大的阻止錢 能夠判斷自己 經營 所以他 第一個 他參加共產黨 但是 且期待共產黨 能夠往向民族 民主方向前進 他台灣也希望做到 他一切是這樣 所以兩位 都當初有這個 為民主想 所以他們不是 反共到很極端的反共 但是他們都認為 共產黨是可以 走向一個 中國需要的一種 共產制度 所謂主義制度 是現在共產黨 所以他們 不是很激烈的 認為台灣跟中國 活在一起的話 台灣就出回 早期的 李登輝先生 他就告訴我 他說 中國是一個 必然統一 我當時是 《中國時報》 《中治病》 我也是建議 《中國時報》 把這一段話 寫在頭版頭條 而且 如果有很多人看到 就在我們《中國時報》 廣告上 登在 登在機場 有個廣告 《中國時報》 就是用這一段做廣告 中國先生說 中國只有一個 必然統一 所以 公平講 早期日 李登輝先生 跟武漢期日 有差別 他到 Cornel 講的是 聯名的心 就在他心中 他題目就是 這個題目 所以當初 他確實 往這個名字 到後來 他脫離國民黨 而且群眾 跟他活在一起之前 並不希望他走向民族 希望他走向軍族 所以 講真的話 他有所改變 我 後來我離開 我沒有跟他 可以說 以前那麼好 所以我一個平民 我到台中 世毛聯益所 當理事自習 當時他還是總統世毛 他既然 到了我辦公室 來看我 要聽我 是意見 我們聽著 兩個有一點 不太 感到 我也不想再回到 顧問 顧生中的顧問 我已經知道他 要走的路 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要走的路 是希望 主政者 要為人民所想 一切 要犧牲 不能享受榮華無愧 所以 這個是我一直堅持 所有政治家 跟高醫師先生 蔣天國 訓練學 大家都走這個路 所以 我公平講 其實 他完全 確實 不是一個名字先生 但是他 有很多顧問 鼓勵他走向這個 這個是我的看法 李登輝先生 確實 最後 我見他是 他到我辦公室來 台中 李先生 我坐椅子 去這樣做 我是坐我的椅子 他是坐我客人的椅子 所以我坐這樣 是很自然的 李先生 李總統就說 怎麼做這個樣子 我趕快就 爬到前面來 他還是很不高興 他就講一句話說 金國先生在的時候 我哪會敢這樣做 我一定站著 站在他旁邊 像孫中山 在的時候 蔣總統就坐 站在旁邊 這個話 所以我認為 當初 李先生是 畢功畢竟 對於總統 但是 林陽港 不太一樣 林陽港 不是那種種人 他是一直 一直往民主 他一直要爭取大家 不是一個政治家很高 所以 對蔣建國先生講 可能影響尊敬的程度 可能沒有 李正輝先生對 表現出來的尊重 可能超過 李明陽港先生 所以我認為 他的判斷 而且 一個人 李登輝先生 確實有 比林陽港 優勢的地方 就是 他是劉美 可能要大事畢業 或者 PhD 或者他的論文 寫得非常好 而且是有讀獎的 所以 這個是 在國際上講 李明陽港先生 確實查了 一段 國際方面 他比較強 但地方上來講 李明陽港先生 比李正輝強 但是 蔣建國 可能 用國際觀來看 選出 領袖 所以 影響 到了 哪一位 是他 他們都 開玩笑說 李登輝是因為 他說 李登輝 還沒有決定 是不是 是主 要李登輝 但是 我想 我沒有 那麼高的地位 可以說 參想 蔣建國先生 怎麼想我 但是 客觀講 可能是他 蔣建國先生 有他的判斷 這兩個人之內 過有其切 如果 以國際觀 來講 李登輝先生 應是唐先生 以地方來講 蔣建國 林陽港先生 是 他的所選 所以 我想是 以國際觀 來 討論 的話 應該 他選擇是這個目的 那你沒有提出來 你的建議 我 我的地位 沒有那麼高 他沒有問你 沒有 OK 沒有問 可是他有解釋他的想法 他有常想想這個方法 他 我們見面說 他會 一直關心 我在美國 跟哪些人在亡 對他主規 他非常重視 美國 如果他 可以 評論李登輝 當總統那12年 他 蔣建國的反應 是什麼 他後來就過世了 沒有機會 再觀察一下 對 可是如果他可以 你 你覺得他 我想他會失望 因為他 從開始 中國是 只有一個 必然統一 到後來 組織台灣的 另外組織政黨 脫離國民的 他 會很失望 因為這個立場的差別嗎 有很差別啊 因為這樣 就跟大陸 越走越 或者可能引起 戰爭 1996年 就非常生氣 那個共產黨 也很生氣啊 就 美國的第七戰隊 也來幫忙了 那時候我在美國 我 也是在李傑銘先生的辦公室 替他打電話 打那些參議員 認識的啦 所以要支援台灣 我們都被罵了 怎麼 好多人 怎麼要 激起人家憤怒嗎 當初講 Conell去演講 本來已經 Clinton已經不准了 差不多不准了 後來他那個 一個朋友來找我 白肉奇也來 大使 所以我重新 先跟Clinton 去辦公室連聯絡 才由我寫信 給Clinton 請他來 但是以後 我也沒有機會再跟 李傑銘講這些 他應該 我最後的建議是 他到Conell 不要談政治 談談農業 博士 第一個 Conell大使會很欣賞 這才要繼續努力 讓台灣農業 走上更國際化 所以 但是他的題目 並不是很壞 他說 民心 祝我心 就是 人民的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他還是往這個方向走 那邊路路並不是 那個演講 並不是很壞 但是 我們有事前講說 到Conell大使 是不要談政治 我也清楚告訴他說 應該 談農業 但是我們有一點 失望 引起大恐怖 我也有 我當然不敢要求 李總統說 一定要講什麼 以我的備份 什麼 對他的地位 我怎麼能夠建議 當時白若琪大使 白若琪大使 我也有跟他談 所以白若琪大使 聖誕節以後 我都到他家裡吃完了 所以我會談到 有一點失望